现在换成我的大床房了 我还要睡觉再也不怕 被那个什么吊床了 现在把东西给整理一下 换床段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静 这几天因为有点比较忙 所以说就没有时间更新了 很多新老粉丝呀 给小静很多关心 有些已经开始在后台 私信小静说 没你这两天你怎么没有更新了 还好吗 一切都挺好 就是因为太忙了 回来之后 洗漱假整理差不多高到11点 然后因为早上一早出 然后晚上有工作的很晚 所以说完全是没有任何精力的 就是说话都不想说了 到头就睡虽然睡不着 但是在转让会滚来滚去 但是就是不想动不想说话 所以说视频就更新比较慢 感谢大家对小静的关心 今天是周日不用工作 然后我就在屋里头躺 躺了一天 真的是躺平隔游躺 真正躺了一天 然后这会儿烧课又缓过来了 然后我看了看 我订的房间是明天要到期嘛 但是手术上工作没有完成 所以说就延迁了 但是那个双人肠住的实在不舒服 那个床太小了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小心都感觉要掉下去了 所以说今天呢 刚好周末不用工作了 我就去前台 我说我又延迁了 但是我订的是那个单人房的 然后能不能够提前换一下 因为我明天一早上出去工作 刚好这个房间的客人 然后今天走了 这个房间就被我拿下了 看我的床单啊 被子呀已经铺好了 之前吧 反正是床单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个人不太喜欢白色 然后每次感觉白色 尤其一个人的话 就感觉怕怕的 所以说每次 然后是我个人出去的话 条件与起的情况下 我都会戴上一个床单 戴上一个背套 然后是是吧 不整自己喜欢的感觉 这样的话就是身心比较严 比较愉快 然后这两天呢 那娜娜有点想我了 所以说我工作的时候 就想着 哎呀加快进度 加快进度 这两天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 我给娜娜说 妈妈要出去给你赚钱 然后这样的话 你以后喜欢学什么 演书啊 学什么乐器啊 因为她前几天在中国嘛 然后就是那个 我们那边小区上 有那个古证课 她还挺害感兴趣的 然后如果以后 你也有想学的东西 妈妈才可以支持你 还有你喜欢漂亮的衣服 玩具呀 书本啊 绘画 这些都需要钱的 妈妈去工作 然后她还挺开心的 结果这可能是 离开的有个星期了 她就开始 打电话就开始 有点哭哭了 就是说 哎呀妈妈 我不要这些东西 也可不可以回来 听完之后 真的心的感觉都 碎了 这也是一直 大家说 哎呀小静 你可以转身离开的 为什么又有不解 其实说起不好的话 完全真的是为孩子 有的说 哎呀拿孩子 这是借口 真的不是有孩子的母亲 应该都会知道 尤其是孩子那种 对你那种 不舍呀 想念那个眼神 反正是 上次我不是 出来工作 一个月回去的时候 她那个眼神 真的是 就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所以说 哎呀 要么就是苦孩子 要么就苦自己嘛 现在觉得自己 还能为孩子 再坚持一下嘛 然后就是 为了孩子吧 反正 她自己爱怎么样 只是我 只是想更多的 陪伴一下娜娜 然后再陪伴的同时 好好工作 坚持而已 好了 大家对珠宝 都挺感兴趣了 好多人私信 我们现在 我给大家 再放一些 就是这些 珠宝的一些 图片啊 视频呢 给大家一起 欣赏一下 好了 这期的视频 就先放在这里啦 如果对珠宝 感兴趣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周围 片围 小镜 逛的一些珠宝 拜拜 猜猜 这个蓝色漂亮的是什么呀 很多人可能会把它 当成蓝宝石 其实这个是 坦桑石 这些呢 是无梢的财宝 是不是颜色 特别的清爽呢 镶嵌的配是 小碎钻 这块石头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这两年 超级流行 超级活的 价格一翻好多倍的 这是一颗 比较清新的 小绿栓 它可以当戒指 也可以张 吊准 只是有些贵啊 这些呢 就是可爱的 爱心小碧玺 颜色是不是 也超级的美呀 小小的海兰宝 这个颜色也是超美的 统一尺寸的 小祖母丽 做个小戒指啊 小亮子啊 很漂亮 这些黑黑的 大家猜到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小黑钻 粉粉嫩嫩 少女心的摩根石 两色必喜 有没有爱了 这个估计 回头会涨价很高的 子李灰石 颜色也是超级美 这期就先普及到这里吧 再见